这是2019年发生在四川某火锅店的真实影像 熊孩子左腰往别人锅里吐口水 还将他们的手机都丢进了火锅汤 结果被人按吐脑袋往沸腾的火锅里面涮 他的父母也因此遭来了杀生之祸 甚至还有大批网友为此拍声叫好 杀害他们的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点击我的头像 尽住主意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天是跨年一 四川的火锅店生意非常好 谁也没想到这里即将会发生一起凶杀案 一对夫妻带着七岁的儿子小杰来到店里吃饭 小杰刚一坐下就吆喝着服务员让他过来点菜 他拿着菜单用手狠狠地出了几个菜名 毛肚黄猴 他顿了顿又连续报了十来个菜名 服务员手速记得飞快 心想这一家三口能吃这么多菜吗 正准备提醒时 小杰突然抬起头说 记住了吗 这些菜都不要 这一下把服务员都整蒙了 这不纯纯戏弄人吧 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孩子父母 没想到他们听见儿子的一席话 不但没有教训他 反而是笑出了声 还大声夸赞儿子聪明 都能认识这么多菜名了 好不容易点完菜 小杰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在火锅店里到处乱窜 时不时地就乱动一下别人捉的东西 或者将垃圾撒得到处都是 连调料台都被他弄得脏兮兮的 有不堪其扰的客人大声在店里问 这是谁家的小孩 快管管 但那对夫妻自顾自的在吃火锅 一点也没有管孩子的意思 还说就不能让着点小孩子吗 小杰也在一旁对着说话的客人做鬼灵 然后转身又开始在店内乱跑 这时一名服务员端着滚烫的锅底走了出来 他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撞到了人 突然他的腿奔猛地撞了一下 整个人失去了平衡 差一点就要摔跤 他惊呼一声紧紧地拽住手里的锅子 滚烫的火锅汤差点打翻 当他往下看时 一个小男孩正抱着他的腿 脸上全是幸灾乐祸的坏笑 这时旁边桌的一男一女也站了起来 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 对着服务员大声斥骂 没张眼睛吗 看把我孩子吓得 服务员这下真是有苦难言 明明是熊孩子壮的自己 没想到反被骂了 但他知道和这种父母争论 不会有什么好处 自己就吃个哑巴亏吧 小杰坐下老实吃了回东西 很快就又坐不住了 他拿着桌上的纸巾搓成球头拦丸 将纸团丢进隔壁桌的客人锅里 没想到 那桌客人只是淡定地将纸夹了出来 眼见恶作剧没成功 小杰顿时生气了 还没有他捉弄不到的人呢 这时 他想到了一个鬼主意 熊孩子最后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会为自己的一家惹来杀生之祸呢 由于时长的关系 我们将在下集基于小答案 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 观看下集精彩内容 熊孩子左腰无法无天 一家被害 网友却连连称号 2019年 四川一家酸菜与火锅店 发生了一起命案 上集我们讲到 熊孩子在火锅店内左腰 父母不仅不管教 还处处袒护孩子 没想到 就是因为此举 为全家惹来了杀生之祸 可不少网友 在知道事情经过后 纷纷拍手叫好 说这是为民除害 想知道详细过程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 观看上集精彩内容 熊孩子小杰 在店里多次恶作剧 还险些撞到服务员 打翻火锅汤 但他的父母对此不以为然 小杰有父母的撑腰 也更加嚣张了 这次他把目标 放在了隔壁桌的 两个男子身上 他先是用纸团 假装投篮 将纸团扔进了 隔壁桌的火锅汤里 没想到的是 那两名男子 很淡定的将其夹了出来 继续吃 这让小杰很不爽了 他最喜欢的 就是看别人 气急败坏的样子了 这两个人 怎么没变化呢 眼尖的他 看到了地上几个烟头 他钻在桌子底下 捡了起来 又一次将他们扔进了 他们的锅里 这下 两个男人有动静了 他们走到小杰爸爸面前 让他好好管管自己儿子 没想到 男人眼睛都没抬 反倒是小杰妈妈 喋喋不休的骂了起来 两个大男人 也好意思欺负一个小孩 沟通没有办法 火锅也被毁了 两个男人 就准备去结账 刚走到前台 发现手机没拿 可刚回到座位 他们就发现 手机被丢进了火锅里 他们转头看向小杰 果然正对着他们 吐舌头做鬼里 只见其中一名男子 直接抱起小杰 摁着他的头 就往滚烫的火锅汤里涮 尖叫声四起 小杰的父母正想救儿子 就被另一名男子 拿刀狠狠捅了几刀 当场人就没气了 当警方将两个男人 抓捕归案时 才发现两人是在逃犯 怪不得下手如此狠辣 他们说 本想吃个火锅就自首 遇见这种事 就当是为民除害了 这俗话说得好 灌子如沙子 但凡这对父母 在事情发生的最初 就认真管教孩子 并且向客人道歉 他们也不会遭此恨祸 不过 孩子的性格 也不是一两天就形成的 肯定是父母 常年累月 疏于管教 才会造成这样的悲剧 对于这起案件 屏幕前的你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